非常高兴欢迎两位 这个我可以称呼你小潘吗 我看媒体记者都这样称呼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 还有你在你旁边的Michelle 也是潘太太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更是她 生命中永远的甘迪 是 对不对 如影随形 对对对 这是很美的形容 对不对 是 我觉得其实 我也打高尔夫球 没有这几百年前的事情 我觉得高尔夫球是一个很特别的 经常很多人在高尔夫球中 会发现自己人生中太多的短处 因为那个很需要你自己来面对自己 是 而且有非常 你觉得作为一个高尔夫球好手 我不想讲职业 他最重要的本领是什么 真的要打高尔夫球这件事情 要学会忘记一些 不好的事情 什么意思 就像是 对我来讲的话 我们常常会犯错 然后高尔夫球是一个 有外在因素很多的 一个运动项目之一 有风向 然后有 有球的 球痕状况 或者是湿度啊 等等都会影响 球最后的状况 那 有时候结果会不如所欲 那 你怎么去接受 这就是一个蛮大的学问 你就要跳过这些记忆 不断的往下走 对 就往下走 那银君你觉得呢 高尔夫球好手最重要的 要把高尔夫球打好了 你觉得最重要基本的是什么 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认为要可以观察自己 就像是说 当你在开始紧张 开始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要很快的先能看到自己 已经陷入在某一种状态下面 我常常跟他说 你必须要有一双眼睛 在旁边可以观察自己 对 这是需要训练 那种我有些朋友 他们打高尔夫球 他们把高尔夫球打得非常着迷到 把自己认为跟自己不断的在挑战 那会不会成功 还是那并不是能打高尔夫球的精神 我觉得有那样的执着是好的 表示你会付出很多心力时间 因为高尔夫球是真的需要很多时间 去琢磨出来的一项运动 那 当然有时候也会 当你太多的投入的话 也会走火入魔 因为有时候还是需要 所以不能走火入魔 也不能走火入魔 这个拿捏是太难的 好那我还是最重要的问题 高尔夫球好手要不要填分 就是有些人你真的是再努力 拼都那也不太可能的 一定要填分 好那就解释了很多人 那再拼也没什么用了 今天我们准备的 因为你常年征战在国外 所以他们准备了台湾典型的 这个珍珠奶茶给两位 还有炸物 这适合你 符合你的营养标准吗 不太符合 完全不符合吧 这通常是比赛打完之后 来犒散自己的 星期天比赛完压力释放掉的时候 他说我们必须要有一天叫做 垃圾食物日 就是我们他要喝可乐也好 他要吃炸机也好 都必须允许他吃 但在比赛的时候 他的特别的有食尽吗 就是有忌口的东西吗 就尽量少吃炸的老师说 对所以身体的代谢比较不好 比赛的时候海鲜也都 海鲜尽量不吃 就怕影响你肠胃就不要吃 当他在打衣服不如意的时候 或有点打低潮的时候 你还会用唱歌来 来给他打气吗 就只有我帮他背球 当他赶地那一次而已 只有那一次他还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嘛 那那一次我们比较像是在球场上约会一样的感觉 那我们本身就是互相调侃啊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非常非常热爱动物的人 所以我们才会唱唱歌啊 然后让他忘掉一些紧张的气氛 这是我想问的 所以你那个唱歌是让他放松一点 放松分散注意力 一定很有用吧 对很有用 但是你说那是你在他旁边 平常他有他的甘地 是professional甘地 对 不可能那个也不唱歌给你听吧 那个也不唱歌 那差多了 他大家觉得太怪了 那唱歌给你听 好那那你怎么放松自己 通常就会呼吸 调适一些呼吸 有时候是吸气4秒钟 然后停度1秒 吐气6秒钟 然后来回做个试试 有不会去想到太太的歌声 请说默想 下次可以试验一下 下次可以试试看 对啊 然后有时候我也会吹口哨 就是 看能不能吹出一个旋律 你在场上看到他在旁边的时候 对 那个是给你带来紧张 还是带来鼓励 安定 安定比较多吧 因为其实在高夫球场上挫折都 很大 那你从他的眼神 可以看出他的心理状态 当时是不是 我相信一铃 其实看得出来 因为我看他打球太久了 怎么看 你会看他的眼神 像他的上该会干的节奏 其实我很熟悉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 比赛结束后 我就会笑他说 其实你在某一栋 我知道那个球一定会失误 因为你上该节奏 已经太快了 你才这么了解他 对 那你有没有什么讯号 能够给他一些鼓励呢 即使是远距的这种 手语 手语 我就这样 有没有手语 就叫他要 慢下来 把节奏放慢下来 他大概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我还不知道这个手语 对 所以 哇那你们俩 真是一队特别 很特别的 很有默契 对 现在是2019年的年底 你刚刚完成一下 很重要的比赛 对不对 就是你跟你穿穿的衣服 还球衣都有关 帮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我想很多观众 不见得每个人都打高尔夫 这叫总统杯是吧 对 所以总统杯是 也是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 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的一场比赛 然后它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对计赛 平常高尔夫球赛都是个人赛 然后这对计赛就是以全美最强的12位选手 跟国际队 不包含欧洲本土的国家的12位选手 来做一个对计队 那这12位选手怎么产生国际的 就是以前一年的世界积分资格 来产生出来 然后前8名 然后最后的4位是由队长 自己选出来的外卡 对 所以这也是你第一次吧 也是我第一次 OK 但是你一转职业多久 转职业第4年 第4年就能够打到这样子的话 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录吧 对啊 你假如5年前问我 会不会打入总统杯 我也说你在跟我开玩笑 所以12位国际的好手 跟12位美国的顶尖好手 是 来做一个对抗 本阶版的引领之下 最终赢3勝2抢下了一分 总统杯第三天来跟他四人四球赛 他主要是 真的是在较量 还只是在推展 推展整个国际高尔夫球运动的这个用意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 就只是一个 Entertainment 就是一个来推广 我以为有点这种 对 国际公关的效果 是 其实呢 其实呢 从星期天一到那比赛场地的时候 双方较劲的非常 火药味 火药味非常浓厚 比如说怎么样叫吧 我只能说 我讲比较好 我却好了 我本来也觉得它是一个娱乐 就我们女生其实每天都要开会 我们队长的太太其实也是领导的我们的太太群们 你们要开 为什么你们要开会呢 因为你看我们女生也都是有制服的嘛 然后我们也要分配说当球员在球场上的时候我们要分配哪一些啦啦队去跟哪一组 然后例如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抚他们的心情 我们开会都要互相去像老将的太太都会分享一些经验给我们 那在那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女生们呢就其实很张牙舞爪 因为上一次拜给美国队拜得很惨 所以大家都还非常的生气 所以那个东西其实是延续到了今年 所以在我们的群组啊会议上面的时候 其实大家是非常的怨恨美国队 对 所以即使轻松也不能让你轻松 完全不轻松 如果你万一你表现得不如其他人的期待 那不是那天大的压力给你啊 你怎么跟着其他人另外11个人相处 没错 连就是你可以谈谈你很辛酸的这一段 谈你辛酸 对 OK 哇 好漂亮 其实这根球杆是自己设计的 就只有这一组而已 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它留在两年后再用一次 球具 在你生命中排第几名 本来要说老婆之前的 老婆在这里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太太发皮鲜你会不会害怕 我最怕她 这世界上我最怕的就是她 很好 你可以谈谈你很辛酸的这一段 很辛酸 对 对 所以我先喝一口 我先喝一口 眼泪掉下来 因为队长希望我们先提早到澳洲 参加澳洲公开赛 所以我就打澳洲公开赛 那星期二是练习日 然后队长也打那场比赛 然后他就想要跟我打配队 打一个练习日 然后我们就打了9栋 然后他第一栋 我们开完球之后他就跟我走 然后就跟我说 CT有可能星期四会让你打 然后星期五六应该不会让你打 然后 坐板凳 就是坐板凳的意思 然后也就是说我出赛的机会不高 那当然我 当然心里还是很难过 一开始听到的时候 我记得那天晚上就打电话给他 就说我听到这个消息其实蛮难过的 但队长的其实决定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 他对你不熟悉的 他对我不熟悉 然后就看最近的比赛 或比赛状况成绩 我也算是队里比较后半段的 所以我相信这是他的安排之一 其实队长是很体贴 他提早让他知道 希望不要影响到他 但还是觉得很委屈啦 对 心痛 所以然后呢 怎么样发展呢 接下来 然后当然他就跟我说 没关系啊 那你就 努力的把星期四打好 努力的把星期四打好 然后练习日就尽量表现 然后我们做一个新人 当然就是去那边学习 观察跟聆听 然后星期三的练习日 星期二其实打得很烂的练习日 对 他又很伤心的 他在球场就已经传简讯给我说 糟了 我今天打得很烂 搞不好连星期四都上不去 对 搞不好连星期四都上不去 就越来越新酸了 对 那星期三 然后就跟我的星期四的队友配 就松山英树 然后跟他配 然后队长也都跟我们走了 几乎快走完十八栋了 走了九栋 我们就直打九栋 然后他就看了还蛮满意的 然后我表现也蛮好的 也跟他沟通了很多 也跟他沟通了很多 所以他就互相就开始比较信任 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那我就开始就松一口气了 然后当然星期四打好 当然就是解决了所有事情 解决了所有的烦恼 所以礼拜五 礼拜六你有没有上 礼拜六有 有啦 对不对 我们有追踪这个比赛 那告诉我最后国际队是赢了吗 是输了 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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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我们还觉得伤心 对 差了1.5分 但是好像前几天你还是领先的 是到最后一天被扳回来 所以对你个人来讲 这场比赛 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个 真的在球技上 或者是在临场的经验上 你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这是因为压力很大 然后队友的关系 队友的在后面支持你的关系 我觉得整个我专注 这比赛的专注力 或密度强度 感觉提升到另外一个阶级 就觉得说有时候 很多不可能打出来的球 都可以打出来 就觉得其实自己实力是 是有在进步的 然后专注力跟平常一般比赛 是不一样的 所以自己还有很多 很多空间是可以去进步 你身上穿的衣服 就是这次你穿的 你们自己设计的 国际队标志的球衣 是 对 OK 有一个像盾牌一样的标志 对 因为这是我们 今年是第一年用这个 当做我们的logo 因为其实队长有些好朋友在 好像在美国的一些军队里面 所以他们都就建议队长说 我们国际队应该有自己一个 属于自己的一个logo 所以这样子可以融合 整个国际队的一个军心 总统飞是每隔年才举行一次吗 所以未来你还有没有可能 去加入这个比赛 我非常希望 OK 但还是要 还是要资格 这个整个不是你在主动的 要看你的表现 要看我的表现 没错 哇塞 这很不容易啊 那这是你自己 是这次使用的球具吗 是 那这一次比较不特别的球具 就像是这一支我的切杆 然后有一些 可以拿去完包 可以可以 OK 哇 要回一下吗 哇 帅 你可以到我这边来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来来来 那个紫色的干深是它大学的颜色 你不能回你就轻轻的表演一下 我就轻轻表演一下 对 好 回那边 好 诶诶诶诶 我在旁边 OK OK 对 哇 好漂亮 我知道其实 当然这是一个体外化的问题 很多人说你的强项 很多时候是你的精准 是 你的稳定力 那到底什么叫做精准的稳定力 我觉得那跟心态就有很大的关系 你心态比较稳定的话 或你心态 在球场上 起伏比较平的话 起伏比较低的话 我觉得你的精准 精准度啊 或者是铁杆就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 真奶 我真奶 真奶的错 因为我个人的身材比较矮小 当然不能用 用我的力量去overpower那些球场 或是比较难度比较高的球场 所以我就要靠精准度 那其实我就从小时候就蛮锻炼心理的强度 然后我觉得心理的强度跟稳定性跟 跟你的精准度跟铁杆的精准度也是有 你刚提到一个身材 身材很多人联想到是关于到你的这个发肝的这个距离 你的距离比现在到多少 你自己稳定的 平均290 那已经是很惊人的这个距离 那显然这里面是有突破的关键 还是有突破 现在的运动科学之类的 其实对高尔夫球研究的很彻底 所以你就算身材像我这么矮小的人 还是可以打出一些 还是可以打到足够的距离 我们今天时间不够 我不能讲这个 对 还是秘密 还是秘密 OK 那你的握杆有特别吗 握杆没有 其实就蛮正常的 那这根球杆 你说对你特别重要性是什么 那因为 其实这根球杆是自己设计的 它这后面的 它有写就是为国际队 然后这是国际队的logo 然后CT 当然除了我名字以外也是中华台北 那International Team 然后Ernie 这就是队长名字 所以就是特别为这场比赛 那你这个像你这样子 这种特殊比赛的 你是把它留存 还是以后你打球会用这套 还是你到底有多少套球局 这一个就只有这一组而已 OK 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它留在两年后再用一次 球员有没有一种迷信 有 我还没问完 不好意思 你的迷信是什么 我的迷信 其实我算比较少的 可是我的迷信就是 每天晚上一定要睡八个小时 我才会打好球 那就是好习惯 好习惯 我说你在球杆上或者什么 你有没有在哪一个推杆 或者是哪一个最后你发球 哪一个洞 你有哪一个你的magic球杆有没有 其实没有 但我知道有些球员他有一些迷信就是他口袋里面一定要放三根梯 不能多也不能少 三根梯 对 对 还有不同颜色吗 没有 这我就不知道 我就没有问这么清楚 那他把固扇车破 你没有 你不放吧 我都随便拿一把 哈哈哈 但是你有特别钟爱的球杆吧 对 有 那就是 Driver Driver 对 球具 在你生命中 排第几名 排第几名 本来要说老婆之前的 我在这里团 我不知道你怎么回答了 我妈妈回去 哇 所以Driver是你最重要的对 对 好那我们先问问你 像他这次在整个比赛里面 其实你 我刚刚听到你这样的叙述 就包括太太还要 你们也要组成一个group 是 所以一家印证的 作为一个职业高尔夫球选手的另一半 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应该这样说 我认为 首先高尔夫因为是个人的运动 所以我们不像是棒球 篮球是团进团出 所以我们基本上 在球场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 所以因此 除了球员做以外 是大部分都是太太一肩扛起的 那我们的工作比较像是 在心理上面 有点像他们的情绪垃圾桶 我们必须承担他们 当然今天打好都没事 可是如果今天要打不好的话 晚餐可能就 并不是特别好吃 然后怎么样让他 重新整理重新出发 然后适当的时间 该说适当的话 不要踩到他的地雷 其实这里可以说是 所有夫妻相处 都想学到的一个人 你能不能透露几招 当他在情绪不好 特别不管在比赛期间 或者不比赛期间 也都怎么样来 辅顺他 调理他 你的球龄 到现在已经23年了 对啊 你才几岁 对啊 所以真的是花很多 很多的时间 在球场上 我们几乎没有正常的生活 我也听错一个说法 说你们把很多 锅碗瓢片要放在箱子里面 是 随时准备随地开火 没错 小电锅可以煎可以蒸 可以煮可以炒 然后有有砧板有菜刀 米都有时候自己带 怕下一场没有 怕下一场没有米 没有白米饭 对 当他在情绪不好 特别不管在比赛期间 或不比赛期间 也都怎么样来 辅顺他 调理他 我觉得尤其是对运动员来说 因为他们很在乎 绝对不要跟他们说 没关系 不能讲这句话 应该要跟他说 我们接下来 我们还有什么空间 可以去努力 或者是他在今天打不好的时候 通常人们在犯错的时候 可能就会全盘否定自己 可是事实上 你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糟 然后我就会问他说 我们来想想 今天你有哪些好的表现 然后慢慢的把他 把他从一些很负面的情绪里面 给拉回来 不谈这个话题不行吗 还是你要去 还是要去签破这个题目吗 夫妻不太一样 我知道有一些家庭是绝口不提的 那我们两个是一直以来 他喜欢我跟他谈 那一旦谈开了 事情就都解决了 那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 你怎么办 我会忍耐 就忍耐到比赛结束 我意思就是 你也有情绪啊 你不能每天为了他的情绪 而过日子啊 这其实就是我们当太太比较难的 就是我们几乎没有正常的生活 我一开始都试图的觉得 我应该要有自己的人生 可是后来上了巡回赛 后发现 我必须接受这就是我的人生 然后去拥抱他 那当然我也有情绪崩溃 像上个星期我就情绪崩溃 找了他大吵一下 为什么 对 因为对我来说那也是新的一个社交环境 那太太们我可能都不太熟悉 然后白人的文化跟我们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我也累积了很多压力 当他不能出场的时候 相对的太太 也要去负担那压力 对我也要去负担承担这个压力 当你那个情绪爆发的时候 他怎么反应 就喝针都奶茶吗 他也爆发 他也爆发 其实我们两个个性还都还蛮强的 可是我们两个沟通 太太发皮信你会不会害怕 我最怕他 这世界上我最怕的就是他 很好 很好 会继续保持 其实你们两个的相似 真的很有意思 你是15岁在亚运完了之后 然后开始准备进军国外吗 就是他的 高尔夫教练 高尔夫教练介绍 就是很单纯的一个 很单纯 就是当时我的教练提告诉我说 有一位 很上进的男孩子 很上进的男孩子 希望我可以帮帮他 所以他就成了我们的月老 我们就从那时候开始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看到他什么样子 他很特别 他很专注 眼神非常有杀气 现在还比较柔和一点 他是有16岁的时候 可是他只要一拿起球杆 大概年龄比他实际年龄 大概多10岁吧 对 我刚刚近距离感受到他 对他在 在 开始讲他自己的专业本领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稳固 他是很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 你对他的第一印象呢 就很可爱 很漂亮的一个女生 然后又很优秀 然后就想 就想说 为了老婆应该要长这样子 所以你就开始努力的真的去美国了 所以当时没有认真要去美国 我在接着他之后觉得要 这不管怎么样 这国戏要演下去 一次要演到第一 所以彼此都被互相吸引了 对 所以 你们2016年结婚了 是 OK 所以Ashley那时候 他已经进入职业界了 对不对 对 他进入职业的第二年 我听说当职业选手一开始的时候 你不可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说你要邀请到这种大型比赛 你要有很多小的比赛开始 是 那个生活是什么样子 很 很忙碌 就是 我像我从加拿大巡回赛 就是三级巡回赛开始打 那时候你要累积你的成绩 要累积成绩 对 所以每个比赛你都要去 尽可能去 打到前几名 OK 所以那一年我打完之后 打到奖金榜前第二名 你那一年大家参加多少场比赛 因为三级巡回赛比较短 所以12场比赛而已 在四个月里面 打12场比赛 你很厉害 对 我也有听说一个说法 说你们把很多 锅碗瓢瓢瓶要放在箱子里面 是 是 随时准备随地开火是吧 没错 哇天 然后所以我的箱子里面有 煮白饭的电锅 然后有一个 在一个小电锅可以煎 可以蒸 可以煮 可以炒 然后有有砧板 有菜刀 有菜刀 有菜瓜布 有碗 有汤匙 有筷子 而且那个地方从来也没去过 是没错 然后我们尽可能的找亚洲厨房 亚洲超市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将来就是白人的超市 哇 这个高度的给你的训练 是 然后每天都在想菜色 米都有时候自己带 怕下一场没有买到米 没有白米饭 对 所以那时候你们想的 那时候是还没结婚 对还没结婚 你有没有想这样的奔波的生活 就是你要的吗 其实我做好了心理准备 就是小潘的进程是很快的 他从三级巡回赛到二级 不快不行 不快 你又跑掉了 有可能 你有这么大的压力吗 压力很大 我是做好了觉悟 可能说要在这样的二三级巡回赛 耕耘非常多年 所以 可是实际去的时候 还是比想象中辛苦很多 你本来预计他几年才能到今天这个成就 我觉得五年 因为很多人在二级巡回赛滚了七八年十年都还在那里 他那时候有没有低潮 他那时有 在二级巡回赛的时候一开始打得很糟糕 然后就 我觉得糟了 在今年没办法了 他也这样觉得 那反而是有这样觉悟的时候成绩就出来了 反而很多的期待拿掉以后就扎扎实实的把基本功做好 反而成绩就越大越好 应该他的功劳占很大吧 对啊 都要很好的家具 然后背后都会有一个很强大的team 所以你很幸运 是很幸运 没错 你十六岁就找到了 但是 但是小潘今天他有很多其他的工作 尤其是他自己目前也希望为台湾的高尔夫球下一代做很多的努力 当然我们要问他他自己的那个梦想当初是怎么样梦芽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看我们给你准备的什么 我们今天的小厨师上菜 团哥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台湾风味组合餐 不是你做的吗 不是我 那还好 因为我们小潘15岁就资深前往美国 那他很想念我们台湾家香味 所以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些台湾最最有台湾味的料理 真会讲话 来来来 好 这里面是什么 香菇鸡汤 香菇鸡汤 好好吃 哎呀 这个一定好喝 那你知道你这样几年在美国那厨艺如何 我出國之前我就有去學做菜 那個陳安琪老師那邊我就學過做過 然後到了美國以後就自己變化啊 跟YouTuber學啊 其實你是你算是一個天才球員 可以這樣講吧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因為其實我的身材也不高 也沒有什麼優勢 你的球領到現在已經23年了 對 你才幾歲 對啊 所以真的是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在球場上 這個是不是一個因素 你那麼年輕就開始 是 我覺得是一個因素 那是要拜爸爸之辭 對 我小時候我記得我們常常 半夜爬起來看美國的職業巡迴賽 爸爸他有說過 我希望哥跟你有一天能在那邊 他走了以後我們一起去送機 他爸爸就雙手握著手 他說 我知道正從有一天他一定可以完成我們的夢想 可是 我可能沒有機會看到了 那是小盤最後一次看到他 爸爸是已在國外的時候過世的 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遺憾 也是唯一的遺憾 你那麼年輕就開始 是 我覺得是一個因素 那是要拜爸爸之辭 對 爸爸後來把自己工作停下來了 是 專門帶著你們來練球 當時他的家裡也不太可能有能力去找一個專業教練 對 那爸爸自己本身打得怎麼樣 其實 我們三父子 都幾乎是在同個時間開始學球 所以爸爸其實沒有比我們好多少 那 這個故事很美麗 對 那一開始 當然我很小嘛 我也看不懂報紙或雜誌 一開始都是哥哥跟爸爸去書局裡面 讀一些高爾夫球相關的知識 然後像是讀高爾夫雜誌 高爾夫雜誌 還有理論在裡面 對 然後去那邊學說 球星怎麼說 怎麼感覺到什麼 然後再來教我們 剛好媽媽的在球場工作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球場上 偷偷練球 第一套球具是 你們三個父子共用一套球具嗎 應該是 我都 湊來的 湊來的 連球都去山谷裡面撿來的 對 很多都是別人捐贈的 那你那時候你懂 每天不知道弄來這幹什麼 一開始當然覺得很好玩 可以跟爸爸哥哥一起玩 可是後來 到最後還是有點疲乏 因為每天去 從五歲開始就 之後都每天去球場 你的所謂每天是怎麼樣 從早上一直到晚 很多時候是從早到晚 對 那當然讀書的時候就只有半天 然後也都會花很多時間在球場上 他兇嗎 我爸爸很嚴格 很嚴厲 那怎麼演吧 像我們每天 我小時候五歲開始吧 六七歲開始吧 那每天早上 去球場有一段路 從警衛師到球場的clubhouse 有差不多一公里的上坡 然後他都是把我哥跟我丟下去 那我們跑上去 然後他去買早餐 然後假如沒跑完的話 或有休息的話 你就不能吃早餐 我覺得爸爸真的是覺得這運動 心理的強度佔很大的部分 所以他比較專注 他在技術上面他也不懂 所以他也不能幫我們太多 可是在心理的強度上 就像是虛擬我們跑步啊 甚至有時候 帶我們去墳墓裡面睡一覺啊 去鍛鍊膽識啊 反正他就很多一些 很多一些還蠻奇怪的主意 來鍛鍊我們的心態的強韌度 非常獨特 但是可能是非常有效喔 對 我覺得還蠻有效的 哇 他有沒有講他真的夢想是什麼 在你們兩個兄弟身上 有 我小時候我記得我們常常 半夜爬起來 看美國的職業巡迴賽 然後他有說過 我希望哥跟你 有一天能在那邊 他甚至沒有說拿冠軍 他說我只希望我能看到你們在那邊 所以 那今年我剛好贏到了一場冠軍 在美群賽 那我覺得就是 就是 達到爸爸這個心願 然後我相信他在天上也有看到 我們三父子的心願達到了 爸爸是你在國外的時候過世的 是 那當時你沒有辦法來回來本場 因為你的兵役的問題 是 那個應該是一個很 很蠻殘忍的事情 對 我 我到現在為止 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遺憾 也是唯一的遺憾 我 我 就是覺得 很多 那時候真的是 想要回來 可是就回不來 然後又沒有辦法做太多的改變 所以就是真的是 我記得 爸爸剛走的 隔幾天很像就有一場比賽 隔一個禮拜我也有一場比賽 青少年比賽 然後都打八十幾幹 打得非常非常的爛 你心裡想著他 我相信 我覺得 對 心裡都掛鍊著他 其實 你剛這時候決定 包括希望你在PGA表現的時候 可是你最後出國那一剎 他反而是反對的 他 對 他有點過度焦慮吧 我覺得 他把你們培養了 對 然後你在亞運得到的表現 成為台灣局勢的選手 然後你有機會 在外國的教練安排 給你升級到美國的獎學金 可以在那邊發展 真的有這個機會了 他焦慮什麼 他覺得 因為他無法在我旁邊 所以他怕我學壞 然後當然他 也聽到很多旁人說 去美國 小孩子會學壞 然後 會 就是他不會再那麼認真打球 然後 其實在出國之前 我就跟我爸說 爸 你把我教得很好 我一定會出去 他反應當時反而讓你有錯了 我覺得滿錯的 因為對我來講 這是 我覺得假如我錯過那一次機會 我就 那是唯一的機會 去美國 你可以知道他對你看得多重 他親手把你塑造出來 但是他把你推出去的那一剎那 他捨不得 他捨不得 他就是一個捨不得 對 他需要你用力量來說服他 但是我相信你送上飛機那一下 他 他還是 不知道他自己這樣做是對是錯 對 對 真的 有一次爸爸在 他走了以後 我們一起去送機 他爸爸就雙手握著手 我的手 他說 我知道正從有一天 他一定可以完成我們的夢想 可是 我可能沒有機會看到了 他這樣說了 對 因為那時候他已經生病了 然後那是 小盤最後一次看到他 然後他就跟我說 請你一定要幫我好好的陪著他 他一定 他是一個不會忘恩負義的人 對 不過他那時候不知道 說我們將來會變成夫妻 不過當時他 他 他那個看著我的眼神 然後 對他很深的期許 我覺得我非常重視他對他的身教 對沒有錯 你看他教的都是很重的事情 對 然後 所以你在爸爸那邊 究竟爸爸的身影 爸爸的這些叮嚀 對你在球場的表現 會有想到他那個時刻嗎 有 會想到他 很長的時候 其實 我打球有一個習慣就是 我常常會看天空 然後 然後就 就有時候 我覺得那是一種潛意識吧 有點覺得爸爸在那邊 在天上看著我 所以我也會 就是會去看看他 尤其 尤其達不好的時候 對 就希望 他可以 幫我一把 對 他一定幫的 對他一定有幫 對 一定幫的 所以 走到這個職業界 你今年四月 在PGA Tour得到的這個冠軍 是 那個夢實現那一刻 到底 給你的感受是什麼 我相信一切都在興奮掌聲 你穿上他們那個特殊的jacket 對 但是 我覺得那個夢 我相信以前你想過 但你從來沒想到 真的會實現嗎 對從來沒想過 想著 每次都想著 都會覺得說越來越接近 可是沒有想到說 會有真正實現的那一刻 嗯 你讓我們想到是 在台灣你剛剛講到 爸爸跟你們在一起晚上看電視轉播 對 一起看著轉播 然後看看比賽 你如今的身影正在裡面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已經不是他了 還是很傷感 還是很傷感 對 可是你實現他的夢 對啊 是 我 很少父親能夠幫 跟兒子講說 你幫我實現那個夢 最後兒子達成了 這種事情不多 希望可以讓他驕傲 媽媽有沒有對你很驕傲 媽媽 媽媽其實 她媽媽跟爸爸是很相反的一個人 她很樂觀然後 很豁 蛤 很豁達 很豁達 對她甚至說 像現在她說 你 你 再打一兩年就退休吧 哈哈 你們什麼時候要回來 什麼時候要回來 你不要那麼辛苦 對 錢賺夠就好 健康 對健康比較重要 健康快樂就比較重要 所以有這樣的截然不同的父母親 你覺得對你今天的職業生涯 這是一種 一種注定的平衡安排 你有一個非常嚴厲的父親 對 但是這個父親提供了你的一個標杆跟動力 但你又有一個豁達的母親 對 她能夠准許你做一切的事情 是 你很幸運 然後還有一個重要 還有一個這個太太 而且你永遠害怕她 對 所以你自己形容 你是一個什麼樣個性的一個選手 我 算是蠻嚴謹的吧 就對自己的生活規律 我都蠻謹慎的 你剛才叫什麼 不要走火入魔 對 你也是個很嚴謹的 我覺得她的個性剛好 像到一半的父親 一半的母親 她非常嚴謹 非常自律 但是她 不管發生什麼 她睡一覺起來 就像她媽媽一樣 隔天早上就沒事 她就有很大的力量向前走 我覺得這是 小潘非常非常特別的地方 其實將來的孩子 你會像爸爸一樣 很小的來 讓她進入某一個領域 不見得是高爾夫球 你會讓你這種 同樣的教育方式嗎 我覺得我會讓她 從事很多運動 因為這對她的身體健康 比較重要 只為了健康 對啊 不是為了這麼像一個 假如她在這個過程中 有一些興趣 那我相信太太跟我 一定會全力支持 我只問你 你沒有資格代表太太發言 張哥你沒發現嗎 她講不到話 就拿我當擋箭牌 我有一點 對 所以我要爭取你的意見 她只是在複合 我沒有要複合 真男好喝 就因為有上一代的嚴格 我們今天才看到了 是 沒有錯 我不知道我沒有資格講的話 因為你尤其你後來 自己的人生中 還有那時候的夢想 也就是你遇見了 Tiger Woods對不對 是 究竟在你做到一個 這麼樣的水準的時候 你最堅持的 已經有哪一個事情 娶一個好老婆 又來了 又來了 我現在每年都會在台灣 舉辦一些訓練營 我相信在過四五年之後 就會有另外一個台灣學生 在美學站 你自己這麼多年輕 去教同樣沒有年齡 跟你差多少的 他們都叫我潘哥 然後就是 就不要像孩子王一樣 對 一定很崇拜你 應該有一點吧 熟了以後就覺得說 熟了就還好 對 尤其你後來自己的人生中 還有那時候的夢想 也就是你遇見了 Tiger Woods對不對 是 那時候有跟爸爸一起看到他嗎 有 他有跟你講那個故事嗎 他也成為爸爸心目中的一個 我兒子將來的一個 對 一個 典範嗎 他有說 我記得爸爸有說 我希望哥哥跟你 就是在球場上 能跟老虎之一一樣 OK 你後來碰到老虎之一 你們是在什麼比賽碰到嗎 是在季後賽的第二場比賽 BMW BMW 就是 2018還是20 2019 對 然後跟他 同一場比賽較勁 甚至同一組大球 就一直以來都是我的夢想之一 你們兩個眼神有點像 你們兩個眼神有點像 我跟老虎之 這是我 進端哥 端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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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都有那種球員的那個 專業選手的 他那種 最近講的 有一個很特別的眼神 對 將來有一天 你也能跟 給別的其他在你旁邊的選手 同樣這種感受 我希望可以 我就從大虎之身上學到 就是他有很多的影響力 然後他去運用這些影響力去 去幫助更多人 那我們現在看 你現在2019 可以成為一個 他算是一個 算是一個 Benchmark嗎 還是你 2019 算是你生命中 這個職業表現最好的一年嗎 對 非常好的一年 那明年還有一個東京奧運 對 是 那個是 我不要國家徵招你還是什麼 因為我不太了解 這裡面的規則是怎麼樣 對 當然資格的部分 我要自己去爭取 他就是會看世界排名 然後現在來看的話 我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你的檔期抽得出來嗎 抽得出來 對 所有比賽的行程 都為了那一週 調整了 調整過了 那你責務旁貸了 對啊 就是要衝 所以明年8月你已經排定了 已經排定 在東京的這樣 是 然後你明年的四大賽中 也要進行 那明年此時此刻 12月的時候 你在跟我們台灣的國人見面的時候 你希望給大家看到一個什麼樣的成績 小潘一直都是國家代表隊 應該這樣說 對 他從 2006年的杜哈亞運 他最年輕的銀牌 然後到 2014首次的高爾夫球的個人團體的金牌 然後到 2016年在里淵 他也是第一次打了奧運 所以他一直以來都是國家隊 那我相信 如果可以在東京奧運 他又經過了在PGA的磨練 如果可以替我們奪下獎牌的話 那就是 太棒了 太棒了 以這個為目標努力 對 我看我已經看到台灣的一面獎牌 就坐在我前面了 不敢換 我們盡力而為 剛轉入職業是有這樣的想法 可是一直到現在就覺得 計畫感不上變化 對 還是活在當下 把眼前的比賽打好機會就來了 努力做好 努力做好 你現在不僅要照顧你自己 你還希望能夠照顧我們的年輕選手 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現在每年都會在台灣舉辦一些訓練營 然後邀請精英選手 然後給他們一些就是 我通通還會花兩天時間 就是教育他們一些 體能訓練 體能上 或者是技術上的一些幫助 你有看到明天的你在他們當中嗎 我有 有 那我記得其實2016年我就有說過 我相信再過四五年之後 就會有另外一個台灣選手在美群山 然後我現在還是很樂觀 我相信應該很快 你自己這麼多年輕去教 同樣沒有年齡跟你差多少的 習慣嗎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反而更容易跟他們打入一片 他們都叫我潘哥 然後我就覺得 就不要像孩子王一樣 就不要像孩子王一樣 對 然後我也很喜歡跟孩子們一起練球 一起 一起切磋 因為我覺得那是 對我來講 那是回到以前練球的時候 那樣的單純 一定很崇拜你 應該 應該有一點吧 熟了以後就覺得說 熟了就還好 好像就這樣而已 對 可是我覺得小潘在跟青少年相處的過程中 他的眼神是閃閃發光的 就是好像找到年輕的小時候的熱情 畢竟職業打久有時候會有點疲乏 但是我覺得 與其說我們在幫助他們 但我們從他們身上 其實得到很多力量跟回饋 而且你跟我們過去幾 很多年的職業選手 我覺得你有一個最大的不一樣的 你的年輕 你證明了一切都是可能的 可是你今天 你還是要告訴我們一下 究竟在你做到一個 這麼樣的水準的時候 你最堅持的 已經是哪一個事情 是你最重要的 你在球場上今天成就的 屏障的是什麼 最堅持 娶一個好老婆 又來了又來了 你又在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對 端哥發現了 這個是你的方法 高爾夫球選手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規律的生活 因為我們需要很多的 手緣協調能力 然後足夠的休息時間 跟睡眠 鍛鍊 都才可以讓你有 保持 這麼好的手感 可是通常對年輕人來講 或者大學生來講 都是最難的 因為大家都 那是他們青春 他們想出去玩 這我都可以理解 可是 有時候要 要捨棄很多東西 才會 才可以得到成功 難怪人家有人說 你很老成 你剛剛講的話 就是很老成 他是 你已經懂得捨棄了 對 所以 你沒有什麼太多慾望嗎 其實沒有 慾望非常非常低 有時候說 我壓力超大 我今天一定要去買東西 結果我們去走了一圈 就說 不知道買什麼回家吧 你看到現在送給太太最好的禮物 是吧 我通常都讓她自己選 我說買禮物給女人 是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對 你最希望你從她身上要到什麼禮物 我最希望 我希望她很健康快樂 說真的 因為她是一個很不懂得 善待自己的人 她總是把自己擺在最後一位 她連對經紀人 她是不允許我在週末打電話 給經紀人尋求協助的 她什麼事情 什麼責任總是一肩扛起 所以 我很誠心的希望她 就是 事情要想開一點 看開一點 善待自己 她想個好禮物 這位太太 對 一定要 到現在還沒送給她 非常謝謝兩位今天來到我們節目 而且從你身上 我們看到了 一個運動傑出人 他後面有太多的因素 是 而且我們能看到往往只有那小小的一點 冰山下面才是你成功 最主要的那些 謝謝你今天把她帶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 謝謝大哥 我要去把它重新使用 不要算吧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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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